花蓮在地文学作家图像特展第26档 主题是陈慧文 随性自在的爱猫作家 陈慧文她的创作灵感多是源自于猫 因此作品都跟猫有关系 她表示未来还是会持续创作和猫的相关作品 也希望大家透过她的文学作品爱上猫了解猫 花蓮在地文学作家图像特展第26档 主题是陈慧文 随性自在的爱猫作家 陈慧文就读花蓮女中时就曾经毛遂自荐写性 请叶日松来指导写作 叶日松还夸赞陈慧文文笔纯粹 没有过多的夸试 爱猫的陈慧文出的第一本书就叫做《猫也猫语》 我写作的方向还蛮多样的 就是我平常生活中 就是遇到什么有感触感动的事情就会写 那所以其实包括生活杂感 那个教学的心得等等都有 但是就是因为本身有养猫 然后也很喜欢猫 那也会常去看一些跟 就是爱猫的作家写的东西 所以就不知不觉之中 就是猫的这方面的 写的作品分量比较多 那后来接级成书的四本也都是跟猫有关 我觉得就是平常跟猫的相处的时候 就细腻的观察 然后感受它感情表达的方式 那所以有时候也有一些 就是一般人觉得大概是拟人化的东西 然后就是就会设身处理 从它的感受来描写这样 陈慧文表示自己曾经停止创作有八年之久 怀疑自己是否有创作天分 一直到五年多前 他再次回到花莲 被花莲的美和人情给吸引 决定重拾创作之路 陈慧文的创作灵感多源自于猫 他表示未来会持续创作和猫有关的作品 期盼大家可以透过他的文学作品 爱上猫并且了解猫 这里会幻视报导